大家好,歡迎大家回來今個星期的男旅行小學 今集就是第四集了,是嗎?Michelle? 是的 我依然是有螢幕裏面的,Michelle 待會不會在螢幕裏面爬出來呢?大家猜猜一下 今天第四集就是上一集講的男人之父 今集當然講的女人之父 今天的嘉賓都很猛料,首先是Jo,Jo Lau Jo之前我其他節目都做過小弟的嘉賓 再介紹一次 Jo就是屋樹人性格分析師 催眠治療師 身心語言程式認證師 即是我們所說的NLP 也是風水懸河顧問 非常厲害 有空找你指點 另一位格格就是我們友台的其中一位節目主持人 格格的肩膀也很厲害 就是迷失搖底少女協會會長 剛剛十分鐘前成立的 這個會議已經不成立的 先跟大家認識一下 謝謝 當然也有我們節目主持的膽 Michelle 身在澳洲的Michelle 今天我們講的題目就是這個女人之父 我們之前也有少少的討論 今時今日作為現代的女性 當然複雜程度就比一百年前二百年前的女性複雜很多 以前是比較辛苦的 以前可能要扎腳 現在不用 但以前的社會比較簡單 對 扎了雙腳就不用想事情了 你還有沒有扎腳的習慣呢 從來沒有 從來沒有 我雖然是格格 但我不是那個年代 你不是滿洲人 不如跟大家說一下 出水吧 你格格這個名字是怎麼來的 你知不知道是Junior嗎 對 就是那時候行山 第一次我認識他就是行山認識的 我有朋友在工作假期回來 你吃格仔餅 不是 而是我因為不懂行山的 完全不懂 只不過是那天沒有工作 加入在一起 我走遍也要有人參附 就無緣無故被人安裝了 應該是叫老佛爺才是 不是的 是格格 這個厲害 如果日後哪位男士想約格格出街 你要參附一下 很大劑 是我旁邊有很多小蜜子 你身邊的全部都是 已經做了手術的朋友 先埋到身 要不然我就會害怕 有牛仔 好 作為滿洲貴族的格格 肯定對女士的身份 很大的說話 想和大家說 說這個女人之苦 第一件事想起什麼 先說一下 Michelle說一下 先說一下 首先我覺得男女不平等 為何男生經常約女生出街 這樣就叫風流呢 為何女生 如果有男生進去就附日 就叫做人蕩呢 為何這麼不平衡呢 這個標準 即是人蕩我在近二三十年 會不會怎麼聽過這個字眼 蕩 蕩 現在用蕩 蕩 蕩 或者叫什麼 交友廣闊 其實這跟現在來說 其實就是中西文化的分別 如果你是外國的時候 即是說女生 有人約去就去附約 反而是很正常的社交禮 這是禮貌來的 但在中國人的社會 仍然存在著 就是說 逢親有人約 你就去 嘩 你這個人這麼男的 其實這個 在以前的西方 都是男的 以前的西方 都是說 有些男人約去 逢親都去的 都是算是男的 但是 時代改變了 西方的想法都不同了 但是我們 中國人 仍然還停留在這個 男主外 女主內 男主動 女被動 即是女的應該叫從一而終 這個 這個 儒家的思想 東方文化裡面 東方文化鎖死了我們 所以她經常認為 女士不應該 有人約你就去 這些是很人蕩的表現 所以有這個枷鎖的女士 反而是很慘的 尤其是現在東方的女士 還有說回 如果說人類發展的歷史 說得很遠 其實 由猴子開始 由猴子開始 好嗎 我們整班猴子在那裡 其實如果說回 生物學 或者說回演藝心理學 根據老蕭的說法 正所謂 女士懷孕 傳宗接代的成本 比男士高很多倍 理論上 男士可以在幾個小時之內 同時令到幾個女士懷孕 但如果一個女士傳播下一代 她的成本包括 她的卵子 藥晶 鴕仔 生 甚至乎養育 她的成本比男士高很多 如果同樣以傳宗接代為目的的話 如果一個女士接觸多一點的男性 和一個男士接觸多一點的女性 她的風險也會高很多 形成她這個傳統 去保護自己的程度會高很多 這個可能就是形成日後所謂的矜持 或者日後所謂的道德譴責 女士如果經常接觸男士 形容她是一些負面的形容詞 例如任當 某程度上限制了她們這種做法 某程度上亦可以胡亂懷胎 正在這個程度上 以及以前避孕不發達 可以令到她的風險降低了 原來是保護機制 保護機制 但是聽起來很肉酸 聽起來好像很負面 以及男拳以前很重要 以前譬如剛才說紮腳 其實是男拳剝削了女士的行動力 她們的自由等等 其實以以前的角度來說 女人差不多等於是物化的 是男士的副屬品 如果是以前的年代 是男士的財產 是她的資產 甚至女士是可以供買賣的 是一些物品來的 於是男人擁有女人 這個說法或者這種觀念 以前就是擺明居馬 但是這種想法 這個因子往往 現在還是藉在很多人的腦裡 不僅是男士的 有時候女士的腦裡 也會有這種因子的存在 嗯 這樣呢 好 都是 是的 嗯 你那些會員 都是 都是 哈哈 我覺得你說的很有道理 其實這件事是跟父權社會抬頭 是有很大的關係的 就是變成女士是附屬的 但是其實 如果你說演化學上來講 很多動物 反而是一夫一妻制的 嗯 大部分的鳥類其實是一夫一妻制的 很多人都不知道 嗯 相對來說 那些男人是狗公的 其實是侮辱了狗科動物 狼呢 狼 濫膠 但是他只會同一時間有一個伴侶 嗯 他的女性伴侶死了 他才會找第二個 所以其實你是 還是狗公是侮辱了那些狗 千千萬萬的狗公是侮辱了 很可憐啊 反正 其實最好就是 還是禽獸不如 基本上真的連禽獸也不如 才是符合這件事的 基本上 鳥類 基本上九成的鳥類 都是一夫一妻制的 嗯 甚至有些小鳥是 燕子那類呢 配偶死了 他是不會再找別人 直至死為止的 嗯 很多其實是 相對來說 人類在 因為父權社會抬頭 影響了我們意識上面的形態呢 很多時候 講得很遠 就是會呢 令到我們在 男女 對待的態度方面呢 變了呢 有些是 很奇怪的現象 產生了 其實很多時候 那些人說 是一夫一妻制 這些其實反而是天生 是一夫一妻制的 就是我們不要計算 聖經說拔你的腋骨出來 變一個女人 這些就是父權 其實就是父權 告訴大家 這些很迷信宗教的人 這些父權來的 那麼其實是 一夫一妻制 就是更加符合 一個動物的演化 為什麼呢 你確保到 你們保護的小朋友 是你們雙方的 而且可以建立一個 很穩定的關係 嗯 你看到很多 譬如是父權的 譬如有些動物 其實不多了 真的是父權的動物 譬如獅子 這裏是一隻獅子公 保護很多獅子 那他也要付出很多東西 有人來 他要去打的 就是你看到獵食 就是那些 調轉眼睛跟女士不同 就是 獅子拿去找食 回來給獅子公 哇 那些男人很炭的 獅子公好 三妻四妻還要找到讓去 但是你要想一下 有其他獅子來 你要去打他的 大笨匠來 拍到 獅子公要行先打的 因為當遇到強大的實力的時候 男人是應該要先出頭 反而動物社會很多時候 演化了 是一樣 他的父權是基於 那個男人 要去保護 異性 保護女性 而做的 和人類的所謂父權是不同的 人類父權的 其實是一種貶 有一點點貶義的 應該當女士是一個附屬品 有一個不同的 所以大家要分辨 其實是 是不是天生的 我覺得父權主義不是天生 是人類自己扭曲了它 那其實可不可以帶出一點 那女性如果要得自由 包括她心靈上的自由 也好 那如果要得自由 就往往要放下 我要找一個歸宿的心態 是不是要放下這個東西 因為歸宿 其實我要找一個好歸宿 其實是意味著我要成為 某人的附屬品 有這種 不是完全是 但是會有這種味道 那現在隨著所謂 大家經常說 女權主義抬頭 其實我覺得 不是女權主義抬頭 是女士找回應有的東西 就是說 要拿回一些地位 或者拿回一些power 反而我想問一下 兩位女士意見 其實你們覺得 你們如果是事業有成的話 你們會不會為了愛情 去放棄你的事業呢 你覺得現在 現代女性的想法去看 你會不會做這件事呢 Michelle很明顯是事業有成的 不是 我事業未有成 但如果將來有成 我相信不會因為愛情而完全放棄 因為如果那位伴侶 需要我完全放棄我的事業 我覺得她也不算很愛我 即是她要求你 放下你自己的某些價值 你意思是自己 是的 如果她要我做一個很大的轉變 或者很大的犧牲 去遷就她 我覺得她個人太過自私 也不太值得我去愛 即是我覺得 伴侶之間是需要互相 承諾 即是大家去 帶出互相最好的東西 又不會是 特地要對方 因為自己而改變很多東西 才有一個健康的關係 我就會看回她的出發點是什麼 即是為什麼你要我辭職 你是怕我辛苦 還是你知道我不太適合做 你想我舒服一點 即是這個出發點是好的 即是如果 因為我也有朋友去就來結婚了 她老公就叫她你不要做 你去 即是你辭了這份工作 你去找一些自己喜歡 有興趣去做 不需要那麼著急 即是怕家裡不夠錢 那些事情 我幫你去承擔這件事 你去找自己理想 我這件事是超級好 是理想的 但是如果她出發點是純粹 即是 我想現在這個世代會比較少 你結婚了 你是我的 我不准你見人 即是這些就是太極端 應該不會出現 我也聽過 如果有這些 我就覺得我絕對不會屈服 其實你剛才帶出這個項目 其實你剛才說的 不只是動作 即是動作 動作是你不要做了 我養你 或者你不要做了 你是在家 還是要說動機 動機 動機就是如果你享受那件事 我會鼓勵你發展多一點 是的 如果那件事令你覺得開心 你做那件工作 或者那件事令你快樂 我會鼓勵你去多一點 但是如果那件事令你不快樂 是令你很高興的 你只不過是為了穩定 可能是為了公樓交租 之類之類的 不如我當然要 男人有經濟力 可以支援你 但是有些支援你 他覺得我會用經濟支援你 來購買你的自由 有些是 也會用支援你 我用支援你 來支持你的理想 變成同樣地給我經濟支援 但變成是完全兩件事 是的 有些可能 譬如他本身很有錢 然後你自己做一份很卑微的事 或是銷售市工 之後他怕你會拍攝他 所以叫你不要做 那這個呢 我就覺得不合理 你做得我的女兒 讓別人知道你這樣做得了 是的 或者如果你打伴給我做生意 我就不同了 哈哈哈哈 我覺得你每件事 其實都是你講出來 表演出來 你要令對方都舒服 你不可以什麼都為自己想自己 這個是動機和動作兩個分別 是的 剛剛講開又講 對不起 我覺得講開又講 其實現在實際生活上 很少一些伴侶 男生和女生的地位 或者是那個 是差很遠 就是好像你說的 一個是很聰明 很成功的男士 他會不會是真的 很喜歡做一個 可能是銷售 或者是 可能大家那個 學歷啊 或者大家的想法 的方法 會很不同的話 其實 很少會有這些情況出現 通常我看到的情況 就是 男女是 可能比較差不多的 不會說 男性比女性很多 或者女性比男性很多 而是大家差不多 大家想法又差不多 嗜好又差不多 看到的世界又差不多 可能 這一種的混合 我會見得多些 現在 嗯嗯嗯 那你也回到剛才的一點點 有時候 如果經濟能夠支援 就會比較好 但你也知道有時候 經濟未必能支援 但是他的意識上 都是支持另一半 去達到他的理想 這個也是差很遠的事情 是啊 不是 有些事情你不成功就不成功 你叫我不要找一份 可能我找兩萬元 你叫我去找一份五千元 或者現在沒有五千元 我相信 就是要找一份最低工資回來 是 那 好了 我很開心 但你是不是會照顧我家人 知道他說他不會 那我也不會因為 其實這樣變成任性 變成擔心你 是啊 還有我覺得 我經常都覺得 現在應該很合理 他自己也支援不了我 有什麼理由要我轉工 嗯 應該不會這樣吧 OK 好了 事實上 說回剛才之前的項目 有些女士 其實現在很 社會上 經常糾纏 就是找不找到男朋友 這件事 有些人 自己本身很想找 有些人本身 我告訴別人 我不想找 OK 這個項目 兩位女士 怎樣看 我媽媽 你這樣 你這樣 我媽媽經常都很擔心我 哈哈 我跟她說我要去工作假期 是 她就會回到你 你又大了一歲了 用完自己的錢了 人又沒有錢又沒有 你怎樣 這樣 你可否跟觀眾解釋 甚麼是工作假期 未必每個人都知道 工作假期 即是在三十歲 或者以下的年輕人 可以申請一個工作假期 暫時我忘記了幾個國家 所以澳洲是最熱門的 有德國 有愛爾蘭 有英國 就是這一類型 這些國家 你可以應付一個假期 其實主要是旅遊 但它可以容許你工作 就是籌务經費 所以就是工作假期 這些事情是在三十歲前做的 所以我打算要做的 但我跟我家人商量之後 我媽媽的思想也是比較傳統 所以她會有這樣的反應 其實她也會覺得 男人靠不住 這個是她的經驗之談 是的 經驗之談 之後她說 但是你過去要花這麼多錢 因為我是打算去德國 歐洲那邊是花錢多的 澳洲才可以賺錢 是 她就覺得很不安全 她就會把這些 安全來說她覺得錢 還有如果有一個 真的對你很照顧到的人 這兩樣都是她心目中覺得 比較安全多一點的事情 但是她說 她覺得我現在兩件事都沒有 你又要望無然走去一年 那回到什麼情況呢 你會不會自己想想 你的將來是怎樣 但是我現在的心態就是 我覺得 因為三十歲前一定要做的事情 我計劃得來 我再多年都差不多了 所以我覺得 這些事情可以去了再想 我現在 我不是不想拍拖 但是 都急不來 我只是有這種感覺 OK 或者我反而去歐洲 就認識了一個外國人 就是這樣 所以我現在 不會把這件事放在第一 我是想發展自己 趁自己現在沒有什麼負擔 家人是一個負擔 但是如果你真的有家室 你又做不到這些事情 OK 這裡 講返一點 不過也值得說 有個點是 剛剛聽到 我覺得很有討論價值 你有沒有發覺身邊 無論是男朋友也好 家人也好 親戚朋友也好 他們很喜歡用一個詞 去影響你的行為和判斷 就是 為你好 我小時候讀過一篇書 我忘記誰寫 我忘記是魯迅 還是誰寫 還是誰寫 總之是國文書 他講的一件事就是 很多長輩 他們經常做一些事情 是為你好 舉例 你感冒 我就是求香露灰回來給你喝 我的動機是什麼 我的動機是為你好 但是為你好 不等於真的對你最好的 這件事是 他運用他的方法 他運用他的認知 他已經以為對你最好的方法 去為你好 包括你的家人 包括你的男朋友 女朋友 包括你的街坊 你的親戚 你的長輩 你的朋友 你的同學 你的同事 我是為你好之罵 其實他也是為我好 如果你聽了他的建議 我們不可以討論 對還是不對 其實你就等於把命運交託 在他的手上 最後好的結局 和獲得的結局 到時候你就不能賴了 因為你把決定權交到別人的手上 誰的決定交到別人的手上 是你決定的 嗯 OK 剛才你說的工作假期 其實跟剛才之前 我們那個討論話題一樣 他是鼓勵你去追求你的理想 還是鼓勵你去 我心目中有的男徒你跟 嗯 是兩件事 要先弄清楚這些事情 我們有時候經常說 譬如討論 找不找伴侶 找不找男朋友 你發覺每次討論 這件事 一定有一兩個人突然飆出來 我覺得 單身也很快樂 當然他的口是這麼說的 他事實上是否真的這麼想 我們不知道 OK 之前我也試過打一個比喻 是怎樣呢 如果你是去餐廳點東西 你點東西喝 有個小耳 有個師兄走過來 你看到格格不用說 所以是古代詞 有個師兄走過來 格格你會不會跟他說 我不覺得喝咖啡很快樂 不一定要喝咖啡才快樂 請問凍檸茶 你會不會說一堆這樣的東西 你會不會突然說一堆這樣的東西 人家會以為我瘋了 你的腦裡如果不是充滿喝咖啡的圖像 不是充滿喝咖啡的味道 你會不會腦裡突然彈出一句話 我覺得是處地無銀的東西 你會不會突然在腦裡彈出一句話 你會不會突然在腦裡彈出一句話 是不是 精神分裂那些可能會 事實上我告訴你 最大機會就是什麼 事應是只聽了 可以了 咖啡 待會他就拿一杯咖啡給你 走了 待會他就拿一杯咖啡給你 因為他以為你落單是咖啡 是不是 事實上無論是想找一個伴侶 以及你不想找一個伴侶 都是沒問題的 這是對於你人生的決定 但是最重要是你對自己坦誠 你真的想找 就告訴自己想找 你真的不想找 就告訴自己不想找 就不要想找 其實就告訴別人不想 其實又不想 就告訴自己想 其實我也不想 不過為了滿足陳太 張斯拉和表扣母的壓力 我就隨便找一個伴侶 最後為自己人生結帳的人 就是你 最後冤枉 為什麼我選了這個混蛋 就是你選的 所以有一段時間 我也很迷失 就是怎樣 因為我經常都 怎樣說 我是很久沒有試過沒有拍拖 一直都繼續拍拖 然後突然有一天 就分手了 之後就很迷惘 究竟我要怎樣 因為我那時候 都不是說已經是很小 就是脫了之後 我就覺得 好像要趕快趕回 好像好些 之後就迷失 我又不是真的做些什麼 但是就是 說回剛才 別人約我我就去了 我只是看看而已 看看沒有壞的 但是 亦都會令到周圍 旁邊有些朋友 會不喜歡我 就是他們會覺得我抱的 但是我知道自己是做什麼 但是我真的純粹去街 純粹認識多個人 但是我每一個功能 都會認識到新的人 我也都不會主動約人 這個又是關於矜持的問題 但是總會有人主動約我 那我主動去約我 那我又不是很 就是對他沒有負責的感覺 我就去 那我覺得沒有壞 但是真的會有些朋友 因為這樣而不喜歡我 那由得他不喜歡 那些朋友 有辦法 由得他不喜歡 由得他不喜歡 是 我想阿Jola 你平時有時候 會跟一些客人去聊也好 或者可能你遇過一些個案也好 都有沒有類似的情況 其實很多時候 人很多心理障礙 不是在自己裡來的 是在外界給你的 就是很多時候 譬如 剛才跟格格聊過 譬如可能你自信心不夠的 是為什麼來的 是因為你小時候 經常被人打擊你 就是可能 你喜歡踢球的 但是你家人說 踢球沒有出色的 就是你明明很喜歡 他們就壓低了你 譬如說 可能有些小朋友說 不喜歡彈琴的 但是家人經常逼他彈琴 逼他一樣 他不喜歡的事情 而去做的 就是令他走錯的方向 而引致到他 有些性壓上 可能是障礙 或者是偏差 其實那些偏差是怎麼來的呢 就是說 他沒有辦法做到自己喜歡的事情 嗯 而被強迫 壓制了 做其他事情 嗯 令到他們有些偏差 又或者是 譬如有些小朋友 譬如他小時候 很需要家人關心的年紀 的時候 譬如他父母出場做事了 他們可能是 譬如他 譬如他 我今天賠不到你了 我給你一百元 去自己買東西玩 買東西吃 就是形成了 那我這個案子是怎樣的呢 他出場是有購物狂的 這個人 他是沒有辦法控制自己買東西的 但是原來 不是用其他方法解決 就是說 發現原來這個 買東西的舉動 只是代替了他一種 悲哀的感覺 嗯 不過解決了 轉移回 就可以舒緩正常很多 其實很多時候我們心理的問題 或者是 譬如你經常說 我為何會選一些不好的男朋友 就是 這個人對我這麼壞 我為何會選他呢 其實可能是你的朋友 給你一些壓力 就是說 你可能見到別人承傷承對 未必他真的說出口 是 可能你自己 因為見到別人 承傷承對 沒辦法找那個人 剛好旁邊就是這件 那就是這件 揪手 揪手 誰知道原來是一個不好的選擇 那就是 有時是因為 周圍的壓力 令到你做錯了一些抉擇 或者迫到你做了一些選擇 形成了一些問題 發生了 很多時候 尤其是 中國人是很奇怪的 就是中國人習慣了 一個我們叫做 一個拒絕 或者一個不是獎勵 就是一個懲罰形式的家教 嗯 還有呢 習慣了是 很少一些朋友的影響 那些是甚麼的影響呢 就是說 見到別人做甚麼 就去做甚麼 跟風 甚麼叫跟風 你看看就知道了 就是 有些笑話就是 如果你在華人的社區 開一間油站好好賣 那甚麼後果呢 你會發現幾百間油站 就開華人社區 一起等死 但如果你在猶太人社區 一間油站的話 你會發現甚麼呢 會有油站 然後有人來 開超級市場 然後有人來開餐廳 有人來開不同的東西去配合 旅館 對 一個思想的架構不同 中國人很喜歡跟風 嗯 就算我自己是中國人 我都沒有辦法否定的 所以你見到朋友 我拍拖 你又跟 就會形成一個不好的 就是你沒甚麼想過去做的事情 就先跟了 就是成為一個問題的所在 人有我有 有時候會去到那個位置 就會形成一些問題的發生 就是這樣 就像小弟哥那時候 你見到旁邊的阿B女的筆盒很漂亮 你就回去跟媽媽 媽媽 人家有這個 我又要買一個 小甜甜筆盒 我沒有這樣可以的 人有我又 這種模式 去長大了 都繼續在那裡 那其實你是不是真的需要一個小甜甜筆盒呢 你自己回答不了 或者有一個小甜甜筆盒 跟沒有一個小甜甜筆盒 是不是令到你個人會快樂了 指數 它的%到多少呢 是你可能那兩天你會開心一點 那第三天你會沒事的 你會覺得不就是這樣 OK 這種模式大了 就繼續在追求著 你看到那些人也是 譬如說 當然我不會去反對那些人 去認識多些男 男生去認識多些女生 女生去認識多些男生 如果他的動機是什麼呢 我基於認識多些人去離定 究竟我透過這件事去認識自己 究竟有些什麼才適合我 這個行為其實是沒有問題的 因為我去不同的人相處 我才知道我透過別人 好像一個鏡子一樣 認識多些自己 這件事沒有問題的 但如果有些人就不是的 譬如說男士 我認識多些女生 我會怎樣 嘩 搞多些人 有些女士是怎樣 我認識多些人 你好入營入隔 是呀 方法演技 我做多些什麼 搞多些人 OK 有些女士是怎樣 有些女士就是 希望認識多些人 透過這件事去了解自己 有些人不是的 我認識多些人是怎樣 我希望享受被追的感覺 OK 其實歸根究底 可能想透過這件事 我感受到我是重要的 因為認同自己是重要 這件事對很多人來說 是很重要的事情 OK 於是很多人拍拖 他不斷在過程中 要求男生 你證明給我看 你覺得我重要 你證明給我看 你覺得我重要 於是大家很苦 他又辛苦 他又辛苦 變成情況 中了 我看你點了頭 你說 Michelle說 Michelle說 好 我說 還有我覺得你說得很對 就是跟風 尤其是 經常都說我為了你好 尤其是父母 或者親人 親戚 那些 常常說為你好 為你好 那我覺得 為你好的結合語 就是大了 總之我說了為你好 我說什麼都是大了 還有 很有趣 就是 可能很多壓力 都是親人 就是婚姻的壓力 都是親人 我見過有幾位 很成功的師姐 他們是 事業上非常之成功 但是他們由 開始拍拖 跟著開始結婚 生孩子 他們都是那句 沒有 家人要 那就拍拖 沒有家人要 那就結婚 沒有家人 媽媽說要生兒子 那就生 我覺得 不是他想的那件事 而可能 那段婚姻 我也不覺得他們 真的覺得很開心 或者不是在做他們 自己想做 而是滿足 一些他們家 或者傳統觀念 覺得女生去到某一個年齡 成家立室 一定要有小朋友 要不然 就像做少了一些事情 那樣 我覺得 有時候人生 是為了去 滿足其他人的期望 而活的話 就很慘 你滿足不到所有人 那我覺得應該 首先是想了自己 想要什麼 而去做 可能有些女生 在事業上 已經很成功 她已經很滿足 她已經不需要再說 一定要有個男生 拍拖 才可以證明到她 有多麼重要 其實那些我覺得 很好 但是一定 都要有些 親戚、朋友 三姑老婆 就去問 那什麼時候結婚 啊 為什麼你還是單身 啊 哪個哪個孫子 都出生了 那你呢 為什麼 一定要給他們 這麼多壓力呢 那給他們壓力之餘呢 他們真的去認識很多男生 的時候 可能普通男生 下次七姨婆 再問這些問題 我教練回答好嗎 好 你跟七姨婆說 你再問吧 我為不買起你 不是我開玩笑而已 我也是為你好而已 哈哈哈哈 其實最好處理方法就是 下次不要鬼見了 七姨婆 這群人麻煩見他們 怎麼鬼啊 就是你人生苦短 你有權去選擇 你喜歡見多些什麼人 還有你不喜歡見多些什麼人 是不是 然後你真的認識男生 他們就會覺得你很男 對 不知道什麼事 說你不結婚的也是他 說你男的也是他 就是他會覺得你坐在家裡 很黃花歸類 突然間就跌了一個男人 就有個王子來的 跌到永遠 如果你是為了滿足陳太張太 李太 我告訴你 你這一輩子都沒有空 為什麼呢 你沒有男朋友 為了滿足張太的言論 你就認識一個 你有男朋友的時候 他就來問你 什麼時候結婚 你結婚他就問你 什麼時候生第一個 你生第一個 問你什麼時候生第二個 你生第二個 就問你什麼時候生第三個 可能你三個都生了 就問你 喂 你的兒子考第幾 我的兒子考第幾 你的兒子考第幾 好了 你滿足這些事情的時間 一輩子都是這樣 你一輩子就成為他 黃太的附屬品 你這一輩子就為了成為 黃太的電視劇的演員 來娛樂他 來滿足他 黃太為什麼會這麼關心你的生活 因為最近的TVB的劇 不好看 他就唯有來看你的生活 因為你的生活 在他的心目中 就等於TVB的劇 來娛樂他 不需要太在乎別人的說法 當然有些人比較容易受別人的影響 可能特別 但是我相信現在有獨立能力的人 都不會很 如果他真的找到自己的理想 他知道自己在做什麼 就不會很受別人的影響 相反如果他自己本身都混混惡惡 別人說什麼他不聽什麼 所以我覺得都是著重發展自己 這個才是最重要的地方 好 講到發展自己 趁第一節快結束的時間 稍後我們第二節就會介紹 人本心理學家 講一個定律 如何對自己的價值上的肯定 稍後第二節回來再見 好